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美国11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创近6年来最大降幅 同月欧元区CPI年增率仅0.3% 英国CPI年增率更创下12年来最低 反应有在下跌使主要国家的通货率持续低迷 卢布会价过去7天累计重筛22% 俄罗斯政府17号展开连续第二天拯救卢布行动 财政部出手干预并施压出口商进场抛费 央行也正采取多项措施稳定金融脾系 卢布对美元在距离震荡后升值11% 升幅创1998年来最大 香港汇丰银行公布中国大陆12月 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出值为49.5 是7个月来首次跌破50 也创7个月以来的新低 另外新低单指数也创8个月新低为49.6 台湾二十大国际品牌揭晓 再度由华硕蝉夺冠 而中资矿股首度入榜正强下第12名 今年的台湾二十大国际品牌 有消费性电子产业 运动健康产业 科技业及租赁业等 实施台湾整体品牌成长动力 以由官网科技业逐步转移至 更多元化的产业类别 新唐人海电视真理报道